因疫情两度延期的末代大学指考今天正式登场 新庄高中也是新北市八所考场之一 校方表示因应防疫规范 考生进入市场之前必须要量测体温 并且全程佩戴口罩 因为加上防疫措施 才能让考生可以在安全的环境下安心应考 受到疫情影响 两度延期的末代大学指考28号首日登场 新庄高中也是新北市八所考场之一 校方表示疫情期间对考生们也做了最严谨的防疫措施 这次我们指考的防疫措施就是用最高规格 我们根据我们的教育局还有我们教育部的指示 所以每位进来的考生我们都是使联制 我们会看他们的证件 还要有凉温及酒精消毒的动作 才能让他们进入考场 那假如有温度疑似过高的状况 我们也会经过覆测休息 然后再检测 再进行所有的防疫的措施 校方指出今年共有850位考生在学校市场参加考试 所以在进入考场必须量测体温 喷洒酒精消毒 并且全程都要佩戴口罩 校方说考生们都有遵守规定 因为加强防疫措施 才能够让考生可以在安全的环境下安心应考 在我们新庄高中这个考区呢 我们今年总共有850位考生 是所有新庄分区里面数量最多的 所以因此我们的防疫呢也做得非常的严谨 我们也非常小心谨慎的在保护着这群考试的同学 110学年度指定科目考试从28号起一连三天举行 为了守护考生们的健康 校方说在明天市场结束关闭考场之前 校方将全面进行环境大清销 以确保第二天考生们进场安心考试 记者黄又贤新庄报导